我们禁止探病 那也禁止到我们的照护中心里面去探望 指挥官陈时中下令 2号开始全国所有医院都禁止探病 就算是家属也不行 尽量都要使用视讯 像大家讲的就是说 万一有这样的一个社区的感染源 那进到医院引发的一个医院的一个院内感染 相关系患者就透过视讯 符合时中经据 爱有多深距离就拉多远 除非是病为特殊状况 才能申请入院探访 一切的一切都是防止疫情扩大 不止民众探病把关 台中也有医院急诊室 装上视讯设备过滤患者 有点咳嗽 发烧 你有喉咙痛流鼻水其他的症状吗 医师在诊间透过荧幕问诊 省去穿脱隔离衣的时间 也不用让患者在外面苦苦等候 更快速又安全 双方都有一个安全的距离 按照一般程序 医师只要接待任何发烧患者 都得全副武装 穿戴隔离防护衣 过程就耗时20分钟 一整天看诊50人 得用掉50套隔离衣和N95口罩 但其实真正需要筛减的病患 只有一成大约5人 等于9成都是浪费 那后来询问之后发现 其实他也没有旅游时 没有接触时 如果我们用视线超前看到病人 其实是可以让病人减少 无论的等待 也可以让这些防疫的设备 减少一些不要的浪费 面临防疫资源需求强大 以及医护人手不足的状况 急诊室散除防疫新招 先用视讯过滤病患 程序化反为减 审时也能同时为疫情把关 记者杨湘瑜 蔡敦寅 韩志兴 SNG小组台中台北采访报道